再来看到劳动基金运用局 昨天公布了去年投资收益 其中攸关劳工个人专户的 新制劳退基金 共亏损了13.08亿元 等于每个新制劳工将被倒扣125块钱 大约是两个便当的价钱 劳金局的局长黄兆熙就强调 前年新制劳退大赚了700多亿元 去年亏损的仅是前年赚的零头 要劳工不要紧张 且劳工要退休的时候才会结算 必年投资收益 届时若真的收益是为负的 政府也设有保证收益制度 保障劳工只赚不赔